易烊千玺联合国发言 没有美颜根滤镜 征途暴露19岁的真实状态 随着娱乐圈艺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影响到粉丝的行为 所以这些年来 不少的明星艺人也在朝着正能量的方向发展 有的成为慈善大使 有的还前去联合国演讲 为一些环保或者是其他的正能量项目发演演讲 之前有王源郑爽 而近日易烊千玺也到联合国发言了 所以在联合国的发言演讲上 易烊千玺失去了美颜根滤镜的待遇 生涂下也直接暴露自己17岁的真实状态 即便是没有美颜根滤镜 而且也应该是素颜的易烊千玺 皮肤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少了一些跟精修图一样的紧致感 当总体上来说 这便是一个19男孩最真实的状态呀 依旧还是帅气难挡 不得不承认 即便是在生涂下的易烊千玺也就是很帅气 之前占解晒出来的生涂之所以那么不好看 其实跟角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再者人家是回彩 自然不会放真实的生涂出来了